蔡惠康二房回的时候犯规了 这一下也是自己没多想 回来之后杀不住了 小赫格伴了对方 严俊领 四人的人桥 这个位置其实非常有危险 左脚是可打可传 对 但左脚将的话 这个位置不打的话有点可惜 对 李昂可是左脚的功夫非常深厚 不过这个赛你没怎么表现 有一段时间状态不好 有一段时间养伤 有一段时间停赛 看来现在怎么样 直接一脚打猛 漂亮 漂亮 穿过了防线 也穿过了门将严俊领 这球就像是一颗子弹一样 穿透了所有的防线 说实话严俊领今天状态不好 真不好 李昂是把最好的留到了最后 这个赛季如果一开始就有如此表现的话 估计苏尼浩的排名也不是这样 真的 打国安 打上岗 这成绩要是在前两场确实会完全不一样 而且这场苏尼伊钩其实运起真的不错 对 对方的那么多次机会没有进 孙宁一购这边 好像印象中也就这么两次机会吧 全进了 而且这个球确实 梁阳这左脚确实不错 这个严俊玲 这手型 我从这个角度看不太清楚 他这个手型做的是一个 是想抱球还是想把球挡